如果你對直資有什麼疑難 不妨找郭Sir了解一下 看看是否需要做一對一的資訊 大家好 我是郭Sir 又來到星中的季節 未來二、四、二、五年度 星中一的同學要留意 直資中學的報名其實已經陸續開始 如果有興趣報直資的同學 密切留意 因為如果你錯過了他的報名日期 你就錯過了一次很重要的機會 萬一這些學校是你心儀的學校 你就沒有機會再進去 除非你後來扣門成功了 但經常都說 扣門能夠成功的機會其實也不多 在開始之前記得訂閱了各層的YouTube頻道 按下旁邊的小鈴鐺 當我們一有新的影片 特別是星中的資訊立即可以通知你 這些所有的資訊對於星中的你 全部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事不宜遲我們開始了 我想分成了這個星中簡直資的同學 為四類不同的同學 第一類當然就是Band 1 經過第一次懲婚試之後 你的成績可能名列前茅 成為Band 1的類別 正所謂人望高處水望低流 望高處的同學可能你會考慮 聖保羅系列的中學 拔稅系列的中學 港大同學會書院 性死犯書院 德望 協恩 很多等等這一類的名校 我們傳統的名校 這些全部都是一些直之類別 在九月尾十月頭就開始了 一直到十一月尾 就會截止報名的了 大家要留意了 而這一類的同學其實 就算在自行階段或者同一派位 都應該有很大機會能夠進入一間 頗不俗的學校 或者在那裡都有一些他們心意的學校 現在的階段簡直知道為了什麼 第一希望手持多幾個offer 到時可以選擇吧 又或者在你選擇的過程中 可以對比一下究竟哪一間合適一點 以及對你來說的發展可以更加好 因為部分的直資學校 除了我們本地學制 DSE文憑市之外 亦都可以考國際課程 IB GCSE 這些課程 去涵接海外升學的話 可能有更加多的優勢都未定 第二類的同學 當然可能是Band 1、2交界 始終考了第一次懲婚時 大家真正的水平去到哪裡都未知 而這些同學可能是希望 我可能有較大的機會是Band 2的成績 買多個保險 報一些席資來選考好不好呢 這一類的同學 很大可能會選哪一類的學校呢 可能是中華基金 可能是基督教崇禎書院 啟師 甚至可能是顏寶寧書院 都未定的 在這些同學裡面 他們希望自行選校階段 和同一派位階段 都不一定可以入到 很保證入到一些英中 或者他們的Band 1中學 在這個階段 我有一些學校在手的時候 如果自行選校階段 不是那麼理想的話 我依然有些選擇給自己 這些就是 這些同學需要報值資的 一個原因 以及為何要 又給了一些選擇給大家 但當然還有很多不同的選擇 我今天沒有講的 你也可以參考一下 甚至約郭sir做一些諮詢的時候 郭sir也可以給你一些意見 第三類的同學 當然就是Band 2的同學 Band 2成績的時候 記得你需要在第二次成分史 急起直追 希望可以盡量追到多少 這些同學去選學都只是博一博 希望如果有一些不錯的學校 他們收到你的時候 其實你的心情可以定一些 無論考第二次成分事也好,第三次成分事也好 可能有一個意想不到的成績也未定 這就是大家需要留意的事情 甚至去到第四類人 我是Band 2甚至Band 3交界 這個更加希望可以買一個希望回來 去幫你會不會在你聲鐘的過程裏 突然在我面試的時候,可能上了郭Sir的面試班 突圍而出,做得很好 令你有一個更加好的成績 或者是一個更加好的選擇 讓你去選一間學校 大家不要想你是Band 1、Band 2還是Band 3 特別是調低Banding的同學 你覺得自己完全沒有機會沒有選擇 因為直資學校除了考慮成績以外 其實考慮更加多不同的因素 包括了你的科學活動 你面試 以及你在不同的範疇發揮成怎樣 所以千萬千萬有機會的 報個直資去面試 當是一個練習也好 當是買多個機會都可以 直資中學真的立即就差不多開始了 九月尾十月頭 甚至乎有些已經開始報名了 你們特密切要留意 上去不同學校的官網 或者在Google找找 究竟有沒有一些渠道 有一個懶人包給大家 去參考一下 究竟有什麼學校已經開始了 郭Sir的分享今天就到此為止 如果你對直資有什麼疑難 聲中有什麼疑難 不妨找郭Sir去了解一下 看看是否需要做一個一對一的諮詢 因為一對一的諮詢 對於大部份的同學來說 都非常非常有用 以及重要的 希望大家在聲中的路途上 不需要太過苦惱 以及希望各位同學 第二次懲婚時 都可以做到一個好的成績 自行選後階段 都可以得心應手 郭Sir的分享就到此為止了 記得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按下旁邊的小鈴鐺 有新影片就會通知你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